天氣乾燥又想潤下肺的話 除了救命水的話 這個湯一定會幫到你的 是否材料先 先把豬腺凍水出水 如果你說新鮮豬比較貴的話 可以用加拿大急凍的珍豬腺 價錢便宜很多 而且煲湯也很碰 雪梨我們經常都會用到 但雪梨其實帶點微寒 如果我們想要不要太涼 其實簡單點 用雪梨乾又方便很多 雪梨乾選的時候 你就要留心 不要選太白雪雪的 其實會帶點米黃色 煲完就會脹煲煲 不要想著小塊放那麼多 否則整個湯就甜到漏了 沖一沖就行了 不需要特別浸 但選雪梨乾不要貪便宜 因為太便宜的有些是浸過藥水和糖水的 留意一下 還有選雪梨乾也是選鴨嘴里的雪梨乾 所以價錢貴一點 煲出來會清潤很多清甜很多 秋冬天容易乾燥 出粒粒 皮膚比較敏感 沙心都可以幫到你 幫你潤燥 不過選沙心 記得如果家裏煲湯的話 是用筆沙心不是藍沙心 兩隻是不同的 筆沙心是加上煲湯養陰液費的 藍沙心是入藥用的 選沙心除了不要太幼 看見它完整 大眉黃之外 最好選長條型這一隻 價錢貴一點 大廈的也會好一點 這麼長的話 最好撕斷它才浸 浸大約10分鐘就可以了 聞下去沙心一定要沒有那股酸味 酸味就會有硫磺 分過煲出來整個湯都會酸 有沙心當然不少他的朋友 不過我多數都會用這個海竹頭 即是新鮮的肉粥 它屬於黃精度 氧氣血很多 臉色都會好些 滋潤度也會高很多 不過未用 一定要放在冰箱 即是雪糕櫃的 不要放下 同意出水氣 就保持得不太漂亮 我們一定是用之前才切 你這麼早切 黏液走完 就不滋潤了 如果你擔心雪梨有點涼 除了放原肉 中和之後 其實可以用藍棗 藍棗 藍棗氧氣血一點 亦是保腎的 如果臉色差就最適合 選擇藍棗 究竟怎樣選擇 首先第一件事 捏下去 它要夠實正 如果太軟軟軟 就要留心 有可能是馬雅棗 社會有煙燻味又怎樣解釋 煙燻味是正常的 因為藍棗 要經過炒三五七次 才會成為藍棗 所以有輕輕煙燻味是正常 而且亦不會黑漆漆的 你看到它有少少帶紅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大 煙燻味 最好放在太陽下面 曬一曬 散了煙燻味 放在雪櫃 就已經可以了 有時你會剪開 只有一個早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因為有時候發育 程度的問題 就不是因為它是假 因為如果天氣不好 它早點收 它未成熟 所以才會早人 不在裡面 就不是為之假 所以這個記得留心 跟紅棗一樣 不需要去核 我們想去出味 剪一剪肉 如果肺比較燥 或者比較弱的話 其實偶爾可以用海底椰 做一些深層的收穫 不過我們用海底椰 這次是堅果海底椰 真正非洲的海底椰 不是街市十元 一大塊或者十元一兩 這些價錢比較貴 但我們選擇的時候 其實是留意到的 第一件事 你會看到它是九雅邊的 不會齊全 而如果你細心點看它 其實你會看到它 有些閃亮亮的效果 即是如果你細緻點看的時候 不要整塊都放進去 效果會長很遠 最好把它放進透明袋子裡 這樣用刀背剁碎它 效果出來會好很多 特別是你吸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有攪拌機的話 其實可以攪拌它 效果是更加好的 肺比較差比較弱 一定會經常聽到 用腐乳凌脂 其實它不是凌脂類 它屬於菌類 蛋白質非常豐富 但肺比較虛爐的話 它是可以幫你修復的 我們有時的湯水都會溶到它 不過選腐乳凌脂 就是一樣東西 不要貪便宜 不會太便宜的 真正的腐乳凌脂是比較貴價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聞味 都會比較清晰一點 將它浸泡10分鐘就可以用 水大滾 把材料放進煲 大滾10分鐘 轉小火煲2個小時 加鹽調味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養肺效果好些 加蔗菇或噴湯 也可以的 不過記得選擇沒有激素的